如中央富士阳表示,去年7月1号恢复了中央计算机的建制。 它同时说明了民国55年到61年计算机的几个重要的措施, 例如罗氏技术人员,民工固实。 在这5年当中,众出国申造的有22人, 自己设班训练的有105人,同时实施了代制人员的训练。 最重要的,还有去年开始的台北中心间的点间空讯和建立台北航空站。